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是美国很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全美的他们只有12家的办公室为我们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文美也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私校申请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同时呢也是美国总统一工奖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的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来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呢您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789-0942 好的下面我们来请外博士讨论我们今天天的第二个主题 关于申请表的软实力部分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么还是烦情导播咱们继续看这张表格 今天咱们就讲这张表 对 那么下面的话呢就叫activity and rewards 那这部分的话呢就是软实力了 你看他有一个description a word of honor we want to know 我们想知道是吧 你的所有的你获得的任何的荣誉 只要对你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是 那你所有的这个教育preparation program 任何你参加过的教育的一些个准备的培训的一些项目 还有的话呢就是课外的活动 包括你的俱乐部啊运动啊 或任何你认为想告诉我们的信息 或者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课程是不是 那这个都是可以包括义工是吧 然后还有工作的经历啊工作的经历这些 那么咱们下面看看他都是让你怎么来填 第一呢你先要告诉他的名字 就是activity name是什么 然后在下面就讲呢你做了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你是什么时间参加的 你看每一个他就说九十十一十二 after12 为啥有after12呢 有些人是12年级毕业了之后才申请UC加大 所以才会有after12这种说法啊 那么呃在下面是义工类的志愿者活动类的服务类的是吧 你看呃这边还是问你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 描述一下这个组织项目啊 还有或者这个反正就是这个组织组织啊 然后what did you do 是不是你看其实每一段下面他都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描述啊 他说think about your experience and what you accomplished and learned we are volunteering 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特别是现在正在天申请的这些人啊 你一定一定要仔细看他的这个描述 我特别喜欢UC加大的呃申请表的一点就是 他有不像这个coma application coma application的话呢 上次咱们过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问题 你想写啥写啥 嗯对不对 他没有任何建议和指引 那这个呢他都有一个tips 每一个问题下边都有一个小提示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 我说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要求你必须给我大声朗读这个题目 包括这个呃tips20遍啊 然后你再给我写 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UC加大这个申请啊 他写的非常具体就是说你在描述你做的什么时候 你应该描述哪些内容啊 你看他们想知道什么啊 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 我就呃不一个一个讲了 每一个下边其实他都有这样的描述啊 那么呃你今天这个家长你看到这个屏幕呢 你就可以截屏 然后自己好好研读一下啊 在下边是award or honor 奖项或荣誉是不是 也是各种奖项啊 呃还有问你这个奖项是什么级别的 是学校的呃 city的state的regional的national的international的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呃我带的一些孩子其实在他的小圈子里很棒 我一看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大圈子 啊 什么叫没有大圈子啊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学校里是很厉害 包括你做义工你什么都做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申请的学校是国家级的大学 你不申请的不是咱们某某city的大学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何做这个规划和准备 就是说你你的level最好也是国家级的国际级的 这才有竞争力 你的目标是前十 是吧 但是呢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们这个local city里做的 那我觉得你就不具备竞争力啊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建议 你看这个申请表就反映出来了 他确实是会把你分成不同的级别啊 来对待是吧 type of reward of honor 然后在下边 what did you do to achieve this award of honor 就是你为了实现这个呃 荣誉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吧 然后在下边 education preparation program啊 这就是呃 比如说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科研项目啊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你叫educational preparation program 包括跟大家讲的一些竞赛类的一些活动啊 都可以都是可以叫education preparation program啊 那么在下边工作实习经历打工是不是 之前我跟大家讲 当然现在疫情啊 我我也不说这样的话 你去麦当劳肯德基很多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在打工 是吧 美国非常注重这种社会实践能力 这也是他们很看重的啊 很看重的啊 所以在下面 other coursework other coursework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自己在额外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呃课程 有含金量的课程 那这里边我特别强调啊 你自己在外边找个补习班你上上课那也不算啊 那也不算 因为你得有组织啊 你得有accredation的这种有信誉的这种组织啊 那文美呢 在这方面都是有信誉的 非常高大上的一些组织 让你上这个课 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AP课程也是这样 是吧 那就是说不是说你去某个培训机构培训一下AP课 你去参加考试就得了 那叫一键一雕 怎么实现一键双雕是吧 万博士给了你们很多建议啊 在最后面就是这个personal insight question 那么这个呢 时间关系可能要留到下次节目啊 我再跟大家详细的分解啊 这个UC的这八篇文章啊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文章啊 这八篇文章搞定了 你就所向披靡啊 申请任何大学都不害怕了 谢谢大家 好的 这个下一次哈 万博士来给大家讲讲文章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万博士也单独有节目 跟大家说过关于写文章的这件事情啊 但是这个真正的看到 这个申请表当中的文章的要求 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应该怎么样来写 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 我们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全美是有12家的办公室 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同时呢 他们也提供美高的学业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还有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从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那么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 义工奖官方认证的机构 UC加大官方的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的 名牌大学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即使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呢 你想跟文美的客服来直接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 来给我们分享的这一份申请表 当然我们留了一个 这个文章的部分 会在下一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今天谢谢万博士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是的 记得每个月的第一周 第三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美系时间周五一点 我们会不见不散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